检讨自己 进化自己 生命的快乐不再拥有 生命的快乐来自于找到自己的缺点 能够改变它 征服自己的人 比战场上的将军更伟大 一个能够征服自己烦恼的人 超过一大将军的伟大 这就是修行最重要了 第五 随喜功德 所以我们要征服自己的缺点 还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看到别人的优点 随起别人身上所有的优点 包括一只猫 一只狗 它身上都有优点 我很喜欢看鱼 所以以前我结婚 我老婆就一直骂我 你娶鱼做太太 我说你讲我真心话 鱼多美 那个腰多美 游来游去多美 那它都不会骂我 所以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美 一只猫 一只鱼 一只蚂蚁 你看蚂蚁眼睛瞎了 这么精进 这么精进 这么守规矩 这么和谐 然后你要开始去学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修行眼睛真的要增大一点 眼睛要去看别人的优点 耳朵要去听别人在讲什么 心里在想别人到底哪里更好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出名 为什么这个人做佛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善良 你要去学 你看那个影歌星各个长得那么漂亮 人家为什么长得漂亮 你注意看 他已经修了一个漂亮的音在他身上 过去他修忍辱吧 过去他在佛前供养得很庄严吧 所以他外表漂亮 人家身材好 唱歌这么好听 我们学佛了 连唱歌阿弥陀佛都没有人家好听 所以为什么他唱歌这么好听 他一定造了一个好声音的口叶 所以再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所以各位 为什么声音不好听 骂人 为什么讲话撒哑 骂人 再来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这一点最重要 像我师父 牵交代 弯交代 海涛 不要讲别人缺点 我说师父 为什么 佛法不是要告诉他哪里有缺点 那是悲心 那不是批评 如果你这个罪巴 背后批评别人 讲别人缺点 你将来没有讲经的机会 你没有上台讲经的机会 我师父特别给我交代 为什么有些法师读书读很多 讲经没人听 为什么 他私底下都在批评 那个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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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法门不对 完蛋了 完蛋了 他这个人讲话都是大便 没用 所以懂得越多的人 要越谦虚 越包容别人 千万不要懂得越多的人 越骄傲 一直批评别人 那个对 那个错 那个对 那个错 久了以后 他完全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恶都饿死 没钱 为什么 喜欢批评的人 最损福报 所以玉皇大帝 之所以做玉皇大帝 我们再背一次 玉皇大帝七德行 每次要各位背 玉皇大帝 为什么做 玉皇大帝 念一下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五戒你知道了 守了五戒 就不会下地狱轨道 出身道 你一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携淫 我讲很大声 不携淫 第四条 不骗人 第五 不喝酒 那你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出身道 有升天的福报 那升天还能够做玉皇大帝 七个德行 背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讲真实语 不骂众生 不批评众生 常行不思 不动气 就不能生气 所以这里面有三条 跟嘴巴有关系 不能骗人要讲真实语 不能骂人要讲柔软语 不能背后批评要讲和何语 那你才有玉皇大帝的福报 当然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是世间最大的福报 更重要的 修行的福报 念一下 慷慨不思 不生气 如果你爱生气 地上都掉了黄金 福报 基不住了 我们一直布施 一直修功德 你一生气福报就没有了 火烧功德里 那福报的来源 还要来常行慷慨布施 看到穷人 看到需要的 我们都要布施 那这样 你才有玉皇大帝的 功德 但是玉皇大帝还没成佛呢 离成佛可远啊 但是 起码他有这个威仪得利啊 所以 享受这个福报 好 所以各位来 第五 随习功德 所以各位要去学别人的优点 把优点都放在身上来 我们是学佛的人 不是光拜佛 由信仰而变成学习 学习佛陀的智慧 学习佛陀的慈悲 学习佛陀的修行 那首先你要 看得到佛陀的优点 你要看得到阿弥陀佛的心 有些人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在想别的 心里在贪嗔痴 嘴巴念的阿弥陀佛 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听说念阿弥陀佛 不会下地狱啊 现在不念 很多人都死的时候赶快念 现在呢 随便念念 现在老公还是不错 儿子还是不错 钱更好 嘴巴念阿弥陀佛 还在想那个五四三二一 死的时候就来不及念了 所以念佛是当下 心里在念佛的清静 而不是现在还在追逐 所以各位你不用去追 念一下 让钱追你 让福报追你 这才厉害啊 如果你还是想钱 想你想要需要的福报 那就代表你这个人没有修行 修行是你现在在修福报就靠过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用追 你要起心动力 用心机要去追要去追 要去得到那个土地 得到那个财产 得到别人对你好 你好可怜 各位男人我们平静讲一句话 今天你已经不欣赏你太太了 她化妆再漂亮有用吗 她一直跟你献殷勤有用吗 因为你心里已经没办法接受她某一些缺点了 知道吧 所以不是你化妆 不是你拿很多钱她会爱你的 因为你在她心里已经做了一些 让她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曾经有一个男人来找我 他说师父 我实在说不了 我想跟我太太离婚 我说稍微忍一下嘛 他说我告诉你 我太太对我妈妈很不好 很无情的 我实在很痛苦啊 然后呢 这个太太又很有钱 什么钱都放在手上 她又很痛苦 然后用钱抓住她 然后对她的亲妈妈又不好 对她亲妈妈不好 因为这个动作啊 让这个男人就很恨你 因为男人最重视的是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各位并不是你的外表 你讲话很柔软 而可以去得到对方的心 而是你平常待人处 处事很重要 那你怎么样的去表现到 你的内心里面 让别人很爱你这份心 所以念一下 美丽的心 对心美自然美 心不美 外表18岁也没有用 心要美 81岁还是很美 还是很庄严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必须要心如莲花 在佛前做这么多庄严 要把这些庄严 纳到你的内心里面来 这个最重要了 好 后面六条再念一下 来 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这个叫普贤十大愿 那我想这个愿 在佛前要经常供养 而且我们供养这个愿的时候 是跪下来 一者离经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而不是嘴巴念 而是内心里面 真实要这样去做 那你才可以消无量业障 累积很大的福报 你才能够跟上与诸佛 下与众生 合在一起 对佛的信心 对六道众生的爱 那要这样来做供养 这个叫什么 来 修行的供养 对 从外在事物的供养 守时善业 发十大愿望 最后更重要 来 圆满十波罗蜜 再背一次好不好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 我太多遍了 你只要记住这些 你就记不完了 你没时间贪嗔痴 因为每天在忙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各位记得太少 然后就被世间拉得很紧 佛法的力量如果够大 世间的小小的烦恼 可以超越 佛光加持 如果你实践得太少 然后你就会无事生非 胡思乱想 所以各位要去圆满十波罗蜜 所以今天 我每天都是这样 最后一秒钟 所以我早上还跟我们战性说 哪一天我们要往生极乐 事情还没办法 等一下等一下 莲花不要走 还没办法 还在忙着累积世间的福报 多积一点功德 生命哪怕剩下一秒钟 还在服务众生 还在慈悲 还在累积功德 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 我发现现代人很浪费时间 每天都玩了手机 在什么 在写咒语 在滑手机 没有时间 修行 修行不能离开众生 这个手机 它不会 它是没感情的 没有佛性的 对不对 你一定要在有佛性的众生上面 去开发佛性 对它忍入 对它布施 所以十种菠萝蜜 念一下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般若 方便 大怨菠萝蜜 大利菠萝蜜 大治菠萝蜜 那我们要圆满这十种 你透过这个十菠萝蜜的圆满 来消除自己的迁滩 伤害众生 爱生气 散乱 懈怠 愚痴执着 等等 那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自立以利他 断除烦恼 慈悲众生 那佛教不离开这两个 对内调伏烦恼 开发佛性 对外慈悲所有众生 最后 这两个功德圆满 念一下 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福慧圆满 成就佛道 普度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 抓紧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 来 愿成佛 对 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要成佛 那这个理由可以 所以为什么要来香港 为了成佛 为什么要去寺庙 为了成佛 这个目标要抓住 拜佛 拜佛是为了成佛 念佛是为了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我才有 圆满的力量 念一下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力 大神通 大辩才 有以具足佛的各种力量 那我们才可以救度众生 我看到昨天有人在问她的妈妈 还没有问就开始掉眼泪了 妈妈往生了 对不对 然后一问 妈妈在净土 高兴 有痛苦的哭变高兴的哭 太高兴了 妈妈解脱了 妈妈去极乐世界了 那一个菩萨 就是把所有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妈妈 她一点点苦啊 你受不了 她只要一点点快乐啊 你比她快乐 各位要修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 你要一直去拿捏 我不能冷酷哦 因为我认为在香港人多了 慢慢人看到人都没感觉有人了 就开始有一点格格不入了 所以我经常很喜欢去美国 我去他们看到我就 哈喽 哈喽 眼睛只要看到你就要微笑一下 这边已经没办法了 人跟人之间各有所思过何所想 家里四个人坐在一起 一人拿一个手机 好像没人 因为大家就已经 人际关系慢慢冷漠 那不行 所以各位要学佛 像一个阿公阿嬷 时时刻刻问你吃饭了没有啊 穿衣服没有啊快乐啊 他时时刻刻贴着你 就算阿公阿嬷要往生还拉着你的手 而孙子啊你要好好的生活啊 阿公升天还在照顾你啊 所以各位要 要时时刻刻学习 念一下 关心众生 爱众生 拥抱众生 为了如此 你要拥抱对方 你把传染病给对方那不行 一个爱生气的人抱你 嘿嘿嘿你要杀我 一只毒蛇想要拥抱你 你会跑掉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动机不好 你要去接近别人 别人会怕你 会怕你 这个人会骗我钱我 嘿嘿嘿 这个人搞不好要要 要利用我什么 那人跟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信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各位要把一些不好的缺点消除掉 贪心啊生气啊散乱啊 那别人就跟你在一起 不但不会被你伤害 还可以得到你的照顾 所以最后念一下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那希望我们要抓住这个目标 我们供养了所有佛 希望佛来加持 加持我们的愿 加持我们大家都能够朝成佛之道而走 那是最圆满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公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以拱手代替握手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 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正确戴上口罩后 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 二 拥挤或密闭场所 应全程戴口罩 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 均应避免交谈 用餐后若要交谈 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三 防疫期间 请避免出席展览会 体育竞赛 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 社交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阿赞多尊者出生于西元1788年 七岁即被送入寺庙学习佛法 21岁时正式成为僧侣 一向四处游方 从未在任何一间寺庙 长期停留过 而对每一间寺庙 都有贡献的阿赞多尊者 于西元1822年 担任瓦拉康的住持后 便停止四处游吕的脚步 一直住席在此 西元1864年 孙者76岁 僧侣人生 赖入第55年时 泰国寺是皇 封阿赞多 崇迪的尊称 阿赞一般是弟子 称呼师父的用语 而崇迪是僧皇级的僧侣 在泰国佛教中 有崇高的地位 自此 姓众开始称尊者 为崇迪多大师 西元1872年6月22日 星期六晚上12点 84岁的尊者 以盘坐的方式园集 瓦拉康 位于曼谷梅兰河畔 瓦就是寺院的意思 瓦拉康是大宗的意思 司明即从寺院中 处立的钟楼佛塔而来 瓦拉康除了是 阿赞多尊者 住席之处外 也是泰国武任的皇家寺院 宁静的大殿中 是以庄严的壁画 主尊供奉庄严的 释迦牟尼佛 寺院内有尊者像 可供信众贴金 供袈裴福 阿赞多尊者是以佛牌的结缘 为度正方便推广佛法 瓦拉康也以制作佛牌文明 佛牌使用谬语的泥土 就夹沙 鲜花 香灰 五谷 和高僧地下的头发 设立子制成 泰国人民相信 佩戴佛牌者 只要用心善良 会有天神及108罗汉 善福庇佑 凡事顺心 事事如意 走出寺院侧门 即是梅南河畔 小路旁有许多贩卖鱼 鸟 饲尿的摊位 方便来寺游客 广结40元 大众来到河边放生 同时也不失于鸟食物 梅南河上的游船 游客也不断撒下食物 欢喜之余 根源鱼 鸟 接得种下善根 脱离恶曲之身 得善曲安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想我们在念佛诵经词咒 目的就是一直慈悲 不执着的慈悲心 一直练习 人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他有一个执着 而产生了贪心 称心 愚痴邪见 傲慢 嫉妒 怀疑 然后他一直贪嗔痴 他就会一直伤害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开始生病了 开始痛了 夫妻关系不好了 事业不顺了 就会这样了 跟这个世界就抵触了 对抗了 那我们所以要转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观音菩萨 这种平等没有分别的观自在的 这种智慧空性 只管对无分别的各种众生慈悲 特别各位你心里恨的时候 你要记住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抱怨 对某一个人不满的时候 危险就来了 烦恼就来了 冤青在主就会找这个机会找你 因为你的心里有问题 它就会侵入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修行跟事业 要琢磨了 那那个时候你只要赶快 阿弥陀佛明 那么观世音菩萨 完全的融入 无我的 然后学佛菩萨的慈悲 那各位要这样子来拯救自己 自立 也来拯救众生 那无量无边的众生 各有各的烦恼 但是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 慈悲无障碍 因为有了真正的慈悲心 那么加上佛的加持 他们的贪嗔痴啊 所造的恶业啊 通通可以消除 这个叫 天道的人骄傲 阿修道的人喜欢嫉妒战争 人道贪欲永不停止 那地狱到恶鬼道 哎呀更苦了 很严重的贪嗔痴造了恶业 所以我们要赶快转变它 欧玛尼北美后愿诸佛菩萨的大悲心的加持 让他们各自的这种 六道的烦恼跟六道的恶业 都帮他净化掉 愿他们一起发起六道众生 皆有佛性 愿他们用他们的佛性 只要他们发起了愿成佛的菩提心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他们 欧玛尼北美后的大悲心 也感动他的心 他也会用他的慈悲心 当他用他的慈悲心的时候 也愿意感恩佛而发起菩提心 那个时候他们各个都超度了 一直超度 所以我想各位 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是如此 对众生很会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慈悲 这是错了 那佛教是你必须对自己慈悲 你必须善待自己 你才会对别人慈悲 如果你心中有恨 你怎么对别人慈悲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内心 保持不恨的状态 不抱怨的状态 不生气的状态 如果你要生气 你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抱怨跟生气 你看那个帐篷又不高 晒太阳 饭吃的不好 我位置坐的不舒服 你要抱怨 那整个世界都会黑暗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 你要接受这个变化无常 接受这个因果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个三法印 你要看清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变化无常无奈 人生苦短 十之八九不如意 结婚呢 结婚原来是如此 这样就好了 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接受它 超越它 但是烦恼来了 处理它 赶快 赶快拨热心经 赶快 南无阿弥陀佛 都可以 你要懂得 烦恼来了 妄念来了 不舒服来了 你赶快转念 所以各位刚刚拿了一个烟供包 去布施的时候 内心平不平静啊 那个叫平静 平静不是什么事都不干 平静就让你懂得关心别人 因为你用平静的心 去做平静的事 也让众生得到平静 因为他在饥饿 他在生病 他在苦 他在没有水喝 所以我们布施给他 让他得到一种外表的平静 身体的平静 然后进一步让他心里得到平静 所以各位你念 要告诉你自己 我要保持平静 保持慈悲 保持包容 保持原谅 不要让自己 你要善待自己 对自己慈悲的人 才有能力对别人慈悲 假设这个法师很爱生气 那我讲的都废话 我从头讲到 我都在骂你 因为我有生气的心 讲出来的话就是 让你死 让你死这样 不管我怎么样念 里面都不好 所以我认为 唱歌好不好听 不在意调 对不对 而是 哇 这个唱歌 就像一个小朋友 阿公生日了 他很高兴 阿公生日快乐 哎哟 阿公一听 哇 那个最美的声音 因为他知道这个孙子 很希望他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各位心态 你要随时让自己 安住在空性平等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念阿弥陀佛 念奥玛尼勉弥 念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刚刚 你平常不会念很多仪轨 至少你会念这个来 奥啊奥 就投下去了 奥玛尼勉弥 就给他超度了 这样 所以你去洗碗啊 你有一些残渣 你都把他奥啊奥 化为干净无量 你都给他奥啊你一边边奥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布施 得到一个超度 什么叫超度